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迪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 送不停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永不失联的 科学上网的一个工具 它是利用日本的一所大学的一个 公益性的科学上网的节点 那么这个节点呢 十几年来都一直是免费公益性的 当然有很多小伙伴说 可能不是太好连 不是太好连 没关系 今天我们利用一个 利用两个APP软件 然后把这些节点的导入进来 然后用这个APP来进行一个科学上网 OK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我们首先来下载一下这两款APP 我们打开浏览器 在谷歌里面搜索 这个APP combo 这一个网站的话 是专门针对这个安卓的一个APP的一个软件 它相当于是这个谷歌 应用商店一样的 我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也有做一个介绍 OK 我们打开它 打开它以后 我们来搜一下 搜一下 这个APP的名字 就叫OpenVPN 我们搜一下 OpenVPN的这边出来的两款 出来的两款 那么这一款来讲的话 它是在很多平台都可以用的 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一款 我们点开它 OK 这个是专门为安卓设计的 全功能开源的客户端 为安卓设计的 OK 它使用安卓4.0加的一个VPN server API 并且在您电话上既不需要越域 也不需要root OK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OK 我们直接点下载一下 到这个界面 我们点这个地方下载 它的大小是36.45兆 OK 下载完这一个的话 我们再来下载另外一个 再来下载另外一个 因为这样一个OpenVPN的链接 是需要一些节点导入的 我们现在来下载一个节点仓库 跟它搭配着使用的 名字就叫VPNServer OK 我们收一下 名字就叫VPNServer 同样在这里收 第一个就是了 VPNServer ForOpenVPN 就是这一个 我们点开它 点开它一下的话 我们点开以后 我们大概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说明 只应用程序 需要安卓版OpenVPN应用程序 才能连接到服务器 当然的话 其他OpenVPN客户的也可以工作 那这一边有个特点就是说 列出的所有服务器 这里面有几百个服务器 节点 均由这个日本主播大学的这个VPNGate 这个项目 的节点可能不太一样 有时候好连 有时候不好连 OK 我们在这边就不讲了 有兴趣的小伙伴 看一下我往期的节目 OK 我们直接来下载一下 我们点下载 OK 6.7兆很快下载完了 OK下载完以后 我们关掉这样一个 大家完以后 我们把电脑上的这样一个VPN给它关闭 关闭 那大家看的就是这两款了 就是这两款 OK 那我们现在在手机上演示一下 我们打开手机 我们给它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 我们分别把这两个APP给它拖到里面 进行一个安装 直接拖到手机上安装 OK 这边点这个继续安装 这边还是点继续安装 OK 安装成功 点完成 然后这一边 我们把这个VPN Service 也给它拖过来安装一下 点继续安装 点继续安装 OK 安装完成 那大家看的就是这两款 有这两款 一个是这个 科学上网的 这个APP 一个是它的节点的一个仓库 OK 这里面的话呢 它有几百个这个节点啊 几百个节点 那当然在导入节点的时候呢 是需要有科学上网的环境的啊 OK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这个科学上网的环境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科学上网的一个 OK OK我们连上以后呢 我们首先打开这样一个 VPN Service 这样一个节点仓库啊 我们打开一下 OK 打开以后呢 这边是需要 它导入一个下载导入一个节点 那现在再导入 那352个 OK 352个全部导入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节点啊 看一下这个节点 那前面的国旗是代表国家啊 这个我就不说了 非常多 对不对 这个节点非常的多啊 非常的多 大家看国旗就知道啊 基本上很多国家都有啊 都有 那大家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啊 它每一个国家前面呢 这里有一个小圈圈啊 圈圈的颜色就代表它的一个速度 那么这个圈圈的颜色呢 那大家看了有黄色的 那刚才是有红色的 还有一种是绿色的 绿色就代表它速度最快啊 OK 好了 目前这个时间段呢 这里有一个绿色的啊 有一个绿色的 OK 我们就点一下这样一个 绿色的节点 OK 这个是Nuziland OK 新西兰的 我们点这个地方 我们Connect 链接一下啊 它目前的 大家看了目前的延迟是OK的 270毫秒的一个延迟 我们点这里链接一下 OK 这边是它配置文件的一些信息啊 我们点这个勾啊 点这个勾 点一下 OK 点一下以后的话呢 我们回到这个软件上来啊 OpenVPN这个软件上来 我们点开它 OK 刚才这个节点已经导入进来了 我们点一下 这个节点 那 它有一个链接 这些请求什么的 我们确定 那这一边是等待服务器响应中 哦 不好意思 我们要把之前的这个节点给它关掉啊 给它关掉 我们把之前这个节点给它替出来 这个等待服务器响应中啊 一直响应不过来 OK 我们看看是不是节点有问题 我们打开看一下 那这个地方就是啊 这个地方连接不到啊 连接不到 连接不到的话 我们换一个节点 OK 打比方我们换这一个换这个节点啊 同样是一样的啊 我们点这一个 点连接 OK 我去认识应用 确定 好的 上面这个符号 OK 这个符号变了 Connected 已经连接上了啊 我们到这边看一下 是不是已经连接上了 OK 这边表示 已连接啊 已连接 Success 连接成功了 好的 那我们现在来打开浏览器 OK 我们打开 浏览器测试一下 我们打开这个YouTube OK 这个加载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比较快的 还是比较快的 OK 我们来搜一下4K看一下 OK 搜索速度也很快啊 我们随便点开一个看一下 OK 我们跳过广告 好的 开始播放啊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播放的情况 目前是自动360P的 可能的话速度不是很快啊 OK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 速度的一个情况啊 OK 目前的速度去到8200 8200K每秒 这个速度应该还是还是可以的 我们看看1080P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们把它像素调一下 调到1080 OK 好的 大家看到基本上没有怎么 OK 现在速度去到2万 2万2 这个速度还是可以的 OK 速度还是可以的 我们给它缓冲一下看看 我们给它快进一下 OK 快进没有什么压力啊 没有什么压力 现在是1万8000 1万9的一个速度 2万1的一个速度 OK 我们还可以把它的分辨率再调高一点 大比方我们调到这个2160 4K的看它带不带的动 OK OK 经过几秒钟的缓冲呢 也顺畅播放了啊 目前的速度去到3万 OK 这有一点缓冲不是很好啊 我们给它调低一点 我们给它调到1440 再看一下 好的 目前的速度去了3万7啊 3万7 那我们给它快进一下啊 OK 经过三秒的一个缓冲呢 播放正常了 现在去到4万多啊 3万6的一个速度 那么这个速度非常OK了啊 非常OK了 那我们再过来看一下啊 我们过来再看一下 我们看看我们这些节点的话 它现在的一个情况啊 那大家看到啊 现在很多节点的话都变绿了 变绿的话呢 就表示说它的速度很快 然后它的一个反应延迟时间呢 就比较大 OK 很多节点就变绿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非常好用的 非常好用的 那么这个节点仓库呢 这边啊 它有一些这样一个菜单 那这个就是这个PIN的一个延迟的一个选项 就是按延迟来排序 OK 这一边是按国家的名字来排序 这一边是按照这个启动时间来排序 这边是按照这个连接的速度来排序 这个是按照服务器的名称来排序 OK 随便怎么选啊 打比方我们现在按照这个速度来排一下序 看看 好的排序呢 这个速度最快的是这一个啊 我们换一下这个 连接一下 OK 这里显示连接成功啊 我们到这里看一下 那这边也是显示连接成功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节点的速度 OK 我们给它刷新一下啊 这个播放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给它快进一下 OK 这个节点来讲的话呢 比刚才差一点啊 目前去到15000 16000的一个速度 OK 我们再快进一下 看它节点稳定以后速度会不会更快一点 OK 稍微缓通一下就正常播放啊 目前去到21000 OK 经过测试啊 这速度都还都是还是很不错的啊 速度还是很不错的 那么这边还有一个这个设置来讲的话呢 让大家自己看啊 有需要的按需设置 OK 我在这边就不讲了 好的 今天这期节目就介绍到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